一星期一本书 生活中你会经常遇到看不惯的人和事吗 当看别人不顺眼时 到底是什么心理在作祟呢 想要克服这种心理 又该从何做起 万千世界无其不有 勾勒出了丰富多彩的模样 著名哲学家罗素说 须知参资多态才是幸福的本源 如果天空永远只是蓝色 我们便无法看到 绚丽多彩的黄昏和晚霞 如果所有花朵都只有一个颜色 我们便看不到 岔子烟红的春天 如果所有人都一个样 那这个世界该有多无趣啊 老子早就道出了这个本质 故有无相生 难易相承 长短相行 高下相倾 阴生相和 前后相随 横眼 世间唯一保持不变的 就是一直在变 保持多样而共存 看别人不顺眼 本质来源于不认同 及观点或意见的相左 其实大多数事情 本无绝对的对错之分 每个人的认知都来源于 各自不同的生活经历和体验 把自己的价值观当唯一 甚至固执地要求别人 按照自己的标准形式 只要跟自己不同 便看不惯 这是狭隘和局限 正如在正常人的认知里 一年有四季 众所周知 可乍蒙春生秋死 一生只经过三季 从没见过冬天 在乍蒙的认知系统里 一年也只有三季 相传这是孔子弟子子贡 和乍蒙花生的 绿衣人之间的故事 却说得颇有道理 我们讽刺别人 见识短 不跟小人计较 但反过来想想 是不是自己眼光狭隘 而不自知呢 越成熟理智的人 越能看到 世间万物的多面性 便越能包容和尊重 他人的差异性 正所谓君子和而不同 在具体的问题上 不必奢求一致 但却不妨碍彼此之间 互相欣赏 北宋两大名相 都有此胸襟 司马光保守派 王安石改革派 两人互为政敌 彼此都认为 对方的主张荒谬至极 司马光落魄时 皇帝让王安石 评价司马光 王安石对其人品 能力才学 都给予了高度的赞赏 司马光因此得以 全身安然而退 后来 王安石遭到弹劾时 皇帝询问司马光建议 他恳切地说 极恶如仇 胸怀坦荡 忠心耿耿 有古君子之风 后人将他俩的这一段渊源 美誉为君子之争 有利益之争的人尚且能如此 更何况在生活中 看不惯的大多是 五官紧要的人呢 曾有学生问王阳明 花在深山中自开自落 跟我的心有什么关系呢 王阳明答 你没看这花时 花于心同归于己 你来看它时 花的颜色一时亮白起来 你说这花在不在你心外 眼中所见之物 其实是内心之物 也就是说 当总是看别人不顺眼 觉得别人全身都是缺点时 这些缺点也存于这个人身上 这在心理学上叫投射效应 诗人苏世与僧人佛印是好友 有一天他们一起坐禅 苏世问 在大师眼里 我像世间合物 佛印答 像一座佛 苏世打趣道 但我看你倒像是一坨牛屎 佛印笑而不语 苏世认为自己占了上风 一回家便得意地跟妹妹说起这事 妹妹听了扑斥一笑 说 哥哥 佛家讲究 佛心自观 心中有佛 所见皆佛 有什么样的心境 就会看到什么样的人和事 眼里有光 目光所及 皆是美意 内心无花 似简繁花 与荒芜误差 当一个人这也看不惯 那也看不惯时 就该审视下自己 是否将生活过多的关注点 放到了他人身上 将自身的价值感寄托在别人的行为和看法上 不就等同于将幸福放在别人的手上吗 看不惯他人 绝对无法理解他人 甚至因此看低别人 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的优越感 随时都可能崩塌 因为在产生优越感的那一刻 就已经暴露了自己的短板 人的满足感最可靠的应该来自于内心的风营 若是心中有风景 懂得不断扩展自己的眼界 拥有百态的心境 便能看到百变的风景 眼前自然 无是非 时光易逝 与其将时间耗费在看不惯他人上面 不如转头完善自身 因别人的生活不符合自己的标准 去横加指点 甚至要求别人应该怎么做 这是在要求别人满足自己 是一种自私 看不惯的背后 有一颗强求的心 殊不知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选择 都是不一样的烟火 说到底还是修养不足 有修养的人 很少认为自己才是正确的 高级的 因为他们同时尊重他人的努力和选择 著名哲学家福尔泰说得好 我不同意你说的话 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经常听到有人在吐槽 三观不同的人在一起 实在是太累了 什么是三观不同呢 是你喜欢吃榴莲 而我讨厌那个味道 是我觉得某部电影有趣 而你觉得一般般 不是的 是你喜欢榴莲 我看不惯 说真恶心 是我喜欢那部电影 你看不惯 说真没品味 因看不顺眼而去贬低 别人喜欢的东西 本身就是一种情商低的表现 看不惯别人小气时 不妨先反省下自己 是否也有小气的时候 看不惯别人颓废时 先反思下自己 是否也有丧气的时候 看不惯别人之前 先把自己的生活过好 学会 以责任之心责己 以树己之心 树人 好了 今天和大家 共同分享的文章呢 就到这儿了 感谢大家的守候 祝你晚安 好梦 下夜 纸散 白色的帆 湖面上波光山 凤隔岸 这是 我能想到的记忆 还有些期盼和当时浪漫 灯雨的小山和奈寒的浪 江水遍绿浮返白路里摊 这是 我很想念的记忆 阳台上待看 一天一锅伴 离别时之道时 当时喜欢一切都很平淡 不觉处在 雨落时才想起 那种心甘换身和小雨还在我耳畔 如今一个自在 城市两端 相居然相见难不惧之散 其实我并没有太多期盼 毕竟一生很短 少有圆满 春末 傍晚 云层渐远 无颜下烟归来 人面花开 那时 我还记得的记忆 眼看 春日无来 却一心阑珊 离别时之道时 当时习惯一切都很平淡 不觉处在 雨落时才想起 那种心甘换身和小雨还在我耳畔 如今一个自在 城市两端 相居然相见难不惧之散 其实我并没有太多期盼 毕竟一生很短 少有圆满 历秋的画卷 平铺简单 橘色的暖阳身 武器消散 那时 我长 梦到的景 醒来时 丝断 身 横溢盘旋 离别时之道时 当时习惯一切都很平淡 不觉处在 雨落时才想起 那种心甘换身和小雨还在我耳畔 如今一个自在 城市两端 相居然相见难不惧之散 其实我并没有太多期盼 毕竟一生很短 少有圆满